国际安文来看看关心到美国阿拉斯加半岛外海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6点48分 发生了规模7点4的强震 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 这起地震阵央是位在阿拉斯加的加州西南方的沙点市 外海大约是106公里数 规模是达7点4 深度只有9点3公里 目前已经针对阿拉斯加沿海发布了海啸警报 我们持续来关心到在欧洲热浪高温来袭 近日的意大利 威尼斯甚至出现了50度的高温 真的是热晕了 生日在西班牙因此发生了森林大火 逼近了欧洲最高温的记录 热浪非常伤害 因为热浪在浴室达到50度 而且不容易 不容易 你应该喝很多水 健康的素材 把髮带回来 然后保持冷静 这是一个热烈的日子 这些热烈的热烈 全都在西方澳洲 全都在西方澳洲 在西方澳洲有超级温暖的温暖 在西方澳洲有超级温暖的温暖 有超级温暖的热烈 发生了这些热烈的热烈 只会变得更糟糕 It's not easy 非常的热 真的不容易 受吃扇子扇不停 民众走在路上 南底高温炎热 纷纷拿出了阳散遮阳 不停地补充水分 而且不仅在西方澳 西班牙有着非常高的温度 整个南欧洲 遭受到热浪高温的影响 而英国气象局发言人 麦吉就指出说 目前这波热浪 有向东延伸的趋势 北欧也有机会出现 高于平均气温的高温 提醒受到热量影响的民众 要防范 野火发生 以及高温对于健康的影响 来看看南韩 因为连续三天的豪大雨 许多地方传出了洪灾 断电跟土石流灾情 目前知道 已经造成了至少32个人上升 至少有10多人失踪 特别是在16号 有15辆车在处 遭到洪水淹没地下车道受困 全国因为洪灾死亡人数 可能攀升当中 连续三天豪雨 造成山坡土石松软 大量雨漬造成严重走山 大规模土石崩塌 瞬间倾斜而下的画面 触目惊心 而在各地市区的灾情 可以看到积水 大约在行人小腿的高度 街道成了黄色河流 店铺同样受到河水倒灌影响 民众急忙清理现场 南韩夏季没雨来稀 大部分地区发生洪灾山坡 并造成停电 由于雨势不断 中青北到青州 市已出地下道 因为窥堤后瞬间倒灌 地下道内至少有15台车辆 当场被淹没 其中还有一辆公车 现场除了洪水还有拟命 造成搜救过程艰辛困难 搜救援续搭上快体 才能进入搜救 与此同时 消防队员大量使用多个水泵 来帮助排水 以增加搜救进度 不只南韩遭受暴雨侵蚀 日本也应受滞留封面的影响 秋田县加上破纪路的豪雨 河川泛滥沉灾 造成市区道路积水 民载淹水 秋田新干线也被迫停逝 县内水库将紧急进行调节性放水 下游河川恐有泛滥沉灾之余 记者高佩宇综合报道 好来看到中午大陆东风航空 在今天在上海正式接受 第二架大陆国产的客机C919 这架客机未来将会在5月 首架的投入商业飞行的C919搭档 共同直飞成都到上海的航线 也显示东航正在加速 商业营运C919大型客机 东航首架C919客机的 首个商业航班飞行计划公布 将于5月28号 也就是本周日起飞 班次MU9191 从上海洪桥机场 飞往北京首都机场 大陆国产大型客机C919 5月份进行历史性 第一次商业载客飞行 从上海飞往北京写下记录 这架C919大型客机 有着特殊涂装和身份证号 当时机身印有全球首架的标志 成为全大陆脚点 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其实719听说他要到手旁了 这一周我都是一直在关切这个动态 去关注他什么时候进行售票 然后从他售票的一刻就开始购买 我觉得我对咱们国家还是非常有信心 肯定会越来越好 不管是核心技术方面 还是舒适程度方面 都会越来越好 经过一个多月的商业飞行 第二架C919也投入营运 上海洪桥到成都天府的空中快线 此次接收的C919大型客机 为东航首批采购五架C919客机中的第二架 根据东航规划 第二架C919将与首架机搭档 首先投入东航上海洪桥到成都天府空中快线 后续将逐步拓展更多航线 大陆民航局颁发给东航第二架C919国籍登记站等资料 显示已经可以执行商业营运 并且符合大陆民航上的设行要求 根据东航计划 第二架C919将和第一架机搭档 上海成都之间的空中快线 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更多区域航线 今天上午 飞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飞往上海洪桥国际机场 正式入列东航机队 警官有媒体报道 C919在执行商业飞行仅一个月左右 曾先后两次无预警停飞 航班一度更换为A320飞行 引起外界关注 当时曾有大陆军事专家分析 C919科机可能是因为故障 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和欧美零件 厂商有关系 但相关说法始终没有得到东航证实 而目前第二架C919投入营运 东航表示 希望旅客可以体验大陆国产大飞机 可以有更多选择 记着综合报道 Rogers 就问我 佘大 jos roommate 宝费 无论 跟本质 门 辞 昂